courtroom work 我们怎样地去保护 他们怎样襄跟着我们的祖先 怎么来的 要杂拌 我们到现在更要保护 我更要中进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 我们部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开发 也是很好的一个情景 也是要按照保护我们的环境 保护我们的生态 让我们有一个对 我们的祖先一个交代 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看得出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 不是在开发 不是在破坏 那是爱护 爱护做得更好 更中进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的大五花游戏 我们要求就是这样 每一个人进来这里 虽然是这么多的人 可是我们还是有那个心灵说 一定要保护 所以我们没有叫更多的 直游客来到这里 因为那个是不中进 那个也会破坏我们的生态 每个贵宾 每个旅行社来这里量温度 每个旅行社来这里量温度 一到冬天 屏东雾台乡大五部落 总会涌进大量游客 为了因应疫情 还特别戴上口罩 量测体温 他们在这里集合登记 即将前往枯水旗 才能抵达的哈游溪野溪温泉秘境 而且来迎接他们的 是一台又一台改装过的得利塔 安全帽 怕落石会打到 落石会打到 然后便当盒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电坝 电坝一定要 这个是必备的 我们有时候会没有电的时候 要电坝 这个最主要的 还有我们的急救箱 因为要进水 要高一点 要不然很容易 碰到石头 我们那个路不是不有路 都是大石头 小石头 大石头都有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改装 然后这个都要纹路很深 都是新的 都是用新的 我们不敢用那个旧的 对比较安全 那等一下我们要走的路程是 刚好是16公里 开车 刚好是16公里 来回32公里 好 这个要交单纸了 没有单纸就不可以进去了 六个 六个 往后再带去安全了 好 全国 好 我们要开始 是 通过管制哨 沿着河床继续前进 横渡无数次溪流之后 来到道路尽头 游客们戴上安全帽 并听从教练指示 准备继续速席而上 这群素西导览人员 全都是大武部落 卢凯族人 他们各司其职 有的负责开车 有的负责导览 有的则协助游客复合 甚至在游客住途拍照时 人不忘紧钉峭壁上方 随时提防落实发生 都要站在那边外面看 就是怕落实 所以要叫醒我们 用哨子有没有 哨子提醒我们说 哨子想的时候 就要靠墙壁 不能靠中间 三台车 一个导览 两个导览 两个导览 我们这个 都要五个证照 我们讲说要五个证照 才可以上路 没有的话就不要上路 你没有导览 你就不可以导览 我就要给导览的去带 就导览 那个也是专门带导览 不能开车也不能导览 只能导览 导览这样子我们有分CBR 导览 导览 你看都要都要有那样 资格才有办法带人 带人 带人 严谨地面对每一次任务 因为工作同时也正负担起 部落自主管理哈游戏的责任 以前老人家都说 这个那么漂亮 你们经过不要大声 你不要喊 你们走的时候轻悄悄地走 因为这个可能对母座还是怎样 因为太漂亮了 老人家的想法就是这样 怕你们的灵魂会在那里 也就是说你们经过可以 不能回头看 可以轻悄悄地走 不能大小声 老人家讲说 因为这个是圣地 境地不能进来的人 应该是 虽然是以前是 毁在家里的样子 小孩子什么都不可以来这里 就是恋人跟老人家来 我们在跟老人家打恋的时候 小孩子都不可以进来这里 就跟老人家来这里叫 就是这个样子 才会这样 你看这个水是不一样 那个水出来就是红红的 也是体质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这部落故事为眼前色彩斑斓的岩壁 更添增几分神秘色彩 还有些是道武部落族人的传统领域 优美的西柳峡谷 几年前被游客发现而一夕爆红 随之而来大量人潮 却为部落带来不少困扰 因为那时候这个河船就非常的平 车子都可以不用开路就可以开到里面去 然后就 那我们汉人朋友就 走到那个我们现在进京的汉游戏 去的地方 就看到这个迷景 就开始在网路上 找邀于那些车队那些朋友 然后就 我们每天看着这么多的人进来 好几百个人自己来用走的 有时候开车 我们那个我们自己修的那个路 有时候坏掉 我们这个还有新的人都没有办法过 都破坏 有时候他们开不懂 不会慢慢开 就用冲的 那个路不是会打滑吗 然后那个石头都会跑出来 我们的车子底盘都坏掉 这个是我们的专统领域 我们必须要管理 你们必须要保护生态 因为这些和我们的汉人的朋友 进去里面有时候过一个两个晚上 整个垃圾两个生活 然后在前几年呢 我们开放这个单车 四行车 提普车 这些进来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在里面的这个环境的破坏很大 所以如果说我们部落自己来带的话 我们对这个地方是一个 我们的过去的传统的意义 也是我们最熟悉这个环境 当然如果我们部落自己来带的话 这个就是最好 所以为了防止以后有意外 或者是客人一些理由的 这个没有恢复环境的这样一个 动作的破坏这个生态 或者是山林的话 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自一个负面的评价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同时发展部落生态旅游产业 过去部落依据原机法第23条 政府应尊重原住民族 选择资源利用方式 土地拥有利用与管理利用模式 国际权利来自主管理哈游戏 规定只能在冬季枯水期开放 由部落提供车辆接驳 及导览等收费服务 将部分收入作为部落基金 并限制每日进出人数 以及管制外来车辆 但仍被外接质疑与法无据 认为部落霸占山林 抢收过路费 那是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完全是把它做得很好 那我们就第一年就有一点点的输入 我们就开始做一个计划 再讨论整个部落 我们要继续地开放这样 然后开发这样的那个景点 因为未来部落是要用这个哈游戏 来做一个观光 来做一个部落的发展 在这个部落的发展世界 不管是民宿 就去代家庭 不管是 是怎么样的善店都可以 再来回来 可是他在讲这个是山林是大家的 你为什么可以先知我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这真的是拿它没办法 不只是道武部落 同在雾台乡的神山 及阿里部落也都受到观光潮的刺激 在二零一五年开始寻求解决之道 最后部落族人和相公所达成共事 根据交通部发展观光条例 来划设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 部落的产业怎么样永续 这是第一个目标 产业要永续 第二个是要怎么样提供一个 具有专业的服务 让进来的人可以得到最合理的旅游的品质 再来就是怎么样 我们整个进行的所有的程序 它是合法的 所以合法 专业 永续 是我们整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它运作的规则 透过这个运作的规则当中 当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去发掘 也怎么样去运用 我们原来就具有的 管理自己部落的功能 重新发现 重新来运作 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自主管理 还有部落自治 我们说透过这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 化设的运作 重新找回来 让部落的人开始管理自己的产业 让部落的人 部落的青壮 有机会回来可以开始参与 来管理老祖宗留下来最重要的这些产业了 根据交通部发展观光条例第十九条 在划设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后 事业主管机关应设置专业导览人员 而若是位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则应优先聘用当地族人 另外按照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管理办法第四条 旅客若要进入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必须先申请专业导览人员陪同 事业主管机关也应按照当地特性 来设置培训导览人员 舞台乡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在去年七月通过划设 提供道五部落族人经营哈游溪导览行程 以及管控人员进出的法源依据 同时还进行培训增加服务品质和安全性 也开创更多部落就业机会 我们要有合法的这个车子 就是要有驾驶执照 然后也要有一个熟悉的征兆 包括解说员的征兆 这个就是限制 就是我们保障的一个工作钱 那当然也重要的是 它的副籍一定要住在这个部落 这个蛮重要的 慢慢回来 我希望这样子年轻人 为了我们观光这样子 你看我们观光 我们也打算他们打算说明年喔 今年要做那个夏天 因为我们就几个月而已 四五个月嘛 没有工作 我们打算说一年到头都有工作 不要去平地 就做那个飘飘床 他们在规划这样子 不知道会不会完成 我们只是在 这个 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规划 说我们以后就不要下去 就在部落 为部落工作这样子 才有收入这样子 在这群溯溪导览的员身上 可以看见守护部落环境的坚持 以及对部落自主经营管理 生态旅游所做出的努力 今年枯水季节 哈游西再度对外开放 不过伴随着画社自观区 行程则统一采用网络预约 一天则是限额四百人 面对全新的运动模式 部落观光产业是否会受到 其他不同影响 仍值得观察